在受到疫情影響封关数月后 欧盟27个成员国决定在7月1号开放边界 在安全国家名单中有澳洲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摩洛格、纽西兰、南韩、泰国等国 其中中国被列入有条件开放 只要中方也向欧盟开放就能同样被纳入 不过名单却未见台湾以及确诊数较多美国 欧盟在记者会上也被媒体询问是否有政治的考量 不够而且欧盟加上 不能持续中吗 欧盟初步否认了政治考量 不过安全国家清单在7月1号正式生效前 仍需由各成员国首都及官方机构确定 在下周公布最终名单 一旦名单出炉 可能会以两周更新一次的方式 针对疫情状况来增修或剔除部分国家 新唐人亚的电视唐贤 整理报道